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Coast Cup的 第二個議程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PHX 它是熟悉自然語言處理 然後今天它帶我們探索的是 開源社交媒體世界 相信大家對於封閉的社交媒體 可能又是又愛又恨 譬如說免費 使用方便 很多朋友在上面 但是有時候可能也會覺得毛毛的 不知道我自己的資料被用在哪裡 或者會不會又被偷聽打廣告 今天PHX會介紹 去中心化的開源解決方案MasterDone 然後它會帶我們深入了解 ActivityPub的核心概念 並且實際用Python基礎始作方法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語言 就是你可以理解的 它打破封閉的社交 然後讓我們一起邁向開放的未來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掌聲鼓勵 歡迎PHX帶我們進入聯邦宇宙的世界好嗎 好 好 謝謝 那大家早上好 好 那今天講題感謝主持人的介紹 那我是PHX 那現在就要我們來 在這30分鐘內進入聯邦宇宙的世界 好 那講者介紹的部分 就是比較簡略 然後我是PHX 然後另一位現在雲端的講者 等一下他會以影片的方式呈現 他是South Fox 南湖 然後右邊呢 是我們兩個人針對今天的演講 所分別做的一個基於Python的 ActivityPub的Server的始作 對 就是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分別點開去參考 好 那第一部分是由我來做的 我會大概講15分鐘 是關於ActivityPub的一個基本簡介 和它的一些核心概念 那後面的15分鐘 是我會放南湖的影片 它會做一個始作的一個討論 好 那我們先講什麼是ActivityPub 好 那在座各位有多少人用YouTube 可以舉個手嗎 好 那在座多少人 有多少人用Facebook 好 大家都用 對對對 這兩個都是大家日常生活中 很常使用的平台 那 有沒有人做過這樣的一件事 你在使用YouTube的時候 可以直接在YouTube的網站上 向你的臉書的好友發送訊息 有人能做到這件事情嗎 可以舉個手嗎 我很想知道如果能做到的話 對 其實ActivityPub就是在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網站它是一個相對 比較中心的架構 用戶都在一個server上面 那如果是不同網站的用戶 不同的server之間怎麼樣進行溝通 那這在過去的互聯網中 其實是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規範的 那當然我們知道YouTube和臉書這個範例 其實它是不太可能實現的 因為它兩個都分屬於不同的商業公司 他們不會讓自己的資料相互流通 對 但是在一個開源的開放的open web 一個open social media的世界中 這一切是有可能的 那ActivityPub它的目的就是 讓我們在不同的開源軟體 或者不同的開放的社交媒體之間 能夠進行互通 好 那再做一個小調查 有多少人聽過MasterDone可以舉手嗎 好 大家都知道 好 那不用講了 那這邊呢其實是一個 就是之前有個蠻紅的AI工具 它會給你比較A和B那個更好 但你可能每次輸結果都不一樣 是我嘗試了大概幾十次之後的一個比較漂亮的結果 就是問他MasterDone和Twitter 哪一個比較好 前者MasterDone就是基於我們今天說的 ActivityPub的一個聯邦宇宙的一個應用 那你可以看成是一個聯邦宇宙版本的Twitter 對 那Twitter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就是被Master整壞的東西 好 然後 然後我問他哪一個比較好 他說MasterDone比較好 那為什麼呢 他給了幾點理由 那我把它用中文可能做了一些修改 總結在這邊 那第一個就是控制資料的權利 就是說在MasterDone或者是ActivityPub的這類應用中 每個用戶是可以控制你自己的資料的 你可以決定你要把你的資料打包下載 或者是你把你的資料轉移到其他的網站 你可以繼續使用你的帳戶 你的人際關係都可以因此得到轉移 那第二個是制定規則的權利 這個主要指的是一些審查 一些決定這個平台上 這個網站上適合有哪些內容出現 那這個是站長可以決定的 其實這個跟你自己架一個站 其實是類似的意思 那第三個是自定義你的網站 自定義你的服務的權利 例如說自定義你的網站名字 那Twitter它可能某天會被改名成X 但是MasterDone 你可以隨便改成任何你想要的東西 那這兩個都是 這三個其實都是推特所沒有 但是基於Ective Pub的聯邦宇宙的應用 所有的一些權利 那在這樣的權利之上 就可以長出一些參與的空間 那其實更重要的就是說 這類聯邦宇宙的應用 它更有可能去培養一個社區的文化 或一個協作的一個 比較符合開源精神的一個社區的狀態 那所以我其實個人覺得說 Ective Pub它並不只是一個技術上的協議 它其實是一種直接行動 是對於這種商業性的 比較偏壟斷性的 封閉的社交媒體 一個整個的web.com 這些大公司的一個反抗的直接行動 好 那接下來就跟大家講說 那什麼是Ective Pub 那什麼是聯邦宇宙 就是我們剛講的這些 看起來很炫的名字 到底背後有什麼東西 那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棵樹 那Ective Pub今天所講的協議呢 就在底下 那大家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種 就是溝通的協議 有點像我們日常溝通的語言 我們現在都是中文溝通嘛 那我們必須要透過一定的規範 知道相互所講的是什麼 那這就在Ective Pub 它規定相互今天怎麼溝通 那在這棵樹之上呢 就是這個Fed Wars 就是聯邦宇宙 那不同顏色的圈 代表不同方向的應用 例如說這個黃色的 可能代表的是Social Networking 那可能這個藍色的 代表的是Multimedia 就可能偏YouTube之類的 或者偏IG之類的應用 那當然它都有開源的替代版本 那YouTube的話 你可以嘗試這個PeerTube 然後如果是IG的話 你可以嘗試這個Pixel Bed 對 那MustleDone的話 是在這個Networking這個範圍內 那這些不同的方框呢 都代表一個 對應的聯邦宇宙的開源應用 那你可以把這樣的應用 部署在自己的Server上 然後你就可以成為一個站點的 你要成為一個聯邦成主 或成為一個獨裁者 都可以 對 然後所有的這些聯邦宇宙的應用 只要你有十多Acadivity Pub 它們相互之間 就是都可以溝通的 你可以在MustleDone上看到 你可能你的好友 在PeerTube上發的新影片 對 類似這樣的效果 那當然樹其實不只有Acadivity Pub 一棵啦 其實也有其他的 這樣的一個互通協議的一棵樹 但竟然就不多介紹 好 那歷史的發展 這邊其實只是想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Acadivity Pub 它的協議是在2018年發佈的 但是其實在這之前 大概有十年的過程 就是有一個探索的歷程 那上方是過去一些相關的協議 下方是一些主要的應用 或者平台 對 那其中大部分都已經消失了 然後MustleDone是在2016年 那目前他是聯邦宇宙中 大概用的人最多的一個應用 對 好 那下面一步就是 就是大家聽說聯邦宇宙很棒 然後或者是感覺還不錯的話 就可以去嘗試加入了 好 那第一步就是 不是 其實是說加入有三種方法 那第一個方法是 你可以直接前往一個 聯邦宇宙應用的實力 去註冊帳號 就像你使用推特一樣 去註冊個帳號就可以了 例如說GNVSocial 例如說長毛巷中文站 例如說LameWord 這一些 就是你直接輸這個域名 就可以去註冊了 好 那第二個就是 你可以自建實力嘛 你可以自己有個server 或者租個server 然後你就把 MustleDone Programma Lema 這些應用部署在上面就可以了 那具體要選什麼 你可以自己再去看一看 那第三個呢 就是今天所要講的 就是你其實也可以自己去 實作這個 ActivePub這個協議 它其實並不困難 然後可以加入你自己的開源專案 或者是你自己建一個小型的 新的服務器也都是OK的 好 那下面就是ActivePub的核心概念 好 那你如果去看官方的文件的話 你大概會看到三份文件 第一個是Vocabulary 第二個是ActivePub 第三個是ActiveStreams 2.0 那大部分人一般都會一頭污水 就是說我不知道要先看什麼 或者是看了一個 可能會覺得好像有些概念 這裡沒提到 那其實比較好的看的順序 是先看Vocabulary 再看ActivePub 再看Streams 2.0 那Vocabulary它處理的問題 就是什麼是 不是 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處理的相互溝通嘛 那Vocabulary處理的是 我們要溝通什麼東西 對吧 那ActivePub處理的什麼呢 是我們整個宏觀的架構上 怎麼互動 有什麼規範 那Streams 2.0呢 它處理的是微觀上 你的溝通如何更準確 更精確 例如說我們溝通的時候 可能經常用到日期這個東西 那什麼樣的日期規範 還是比較合適的 怎麼處理比較好 它處理這些細節 那今天只會談到Vocabulary 和ActivePub這兩部分 好 那第一個 我們先處理Vocabulary 那Vocabulary就是說 我們要傳什麼嘛 那大家在社交媒體上 就是最常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發文嘛 對吧 或者按讚 對吧 或者是拉黑別人 那就是 就是活動 就是這樣一種東西 那這裡呢 是一個 Activity 的一個Example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一個Json的格式 但是這個Json 跟大家一般看到可能不太一樣 那可以看到它有一個 Add Context 然後裡面呢 它有一些資料 是以鏈接形式存在的 那這個格式它叫Json LD LD 的意思是Link Data 對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Link Data 就意思是說 你可以通過這個URL 把你的資料所擴展 因為它每一個鏈接鏈過去的同時 都是一個 另外一個Json LD 對 好 那有了活動 我們就還叫Actor 要執行者 執行者最常見什麼 就是Person嘛 那Person你可以定你的用戶名 可以定你的簡介 那當然還有你的Inbox Outbox 這個有點像是你的收件箱和寄件箱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電子郵件 大家就可以理解 對 好 然後那有了誰發東西 有了你要做什麼 那接下來就是你到底要發什麼嗎 那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對象 只是說最常用的其實就是這個Note 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它可能是個貼文 對 臉書貼文這樣 然後它有Content 它有Publish日期 還有你要發給誰 當然通常是你的跟隨者啦 如果不是你的跟隨者 它會reject掉 好 那接下來來討論的就是XDPUB 那到底訊息怎麼傳的 那這是XDPUB 它官方的一個圖 但是我們不用這個講解 好 我們先用這檔圖來 那這裡呢 就是有兩個server 然後對應著兩個client 你可以理解為 藍色的是你自己 你在這個藍色的網站上進行了註冊 然後呢 右邊那個綠色的是你的follower 你可能是你的好友 他可能想追蹤你的動態 他在另一個紫色的網站上註冊啦 然後呢 每一個server都對你有inbox outbox 然後每個client 都對你有inbox outbox 那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發了一個新的貼文 怎麼讓這個綠色的你的好友知道呢 就是你的貼文可能要先傳到你自己的寄件箱 就是你這個person outbox 然後呢你再傳到這個server的 就是你所在的server outbox 對 那這邊client你可以想像成你可以是用官方的也可以用自己的 比如說你可以 如果以電子郵件來想像的話 可能就會有一個類似outlook 或者是什麼blueboard的這樣一個 是blueboard thunderboard這樣的一個client的客戶端 對 然後呢你到server的outbox之後 這樣server的互動其實是最關鍵的 那怎麼把我們的寄件的東西寄到對方的服務器呢 那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你直接post的過去 就是你直接丟過去就好 丟到對方的寄件箱 那另一種是你就把東西放在你的outbox 然後對方的server會定時的來抓去 去get看有沒有 欸 符合要傳給我的server的東西啊 有傳給的我就丟過去 對 但是現實中其實99%的情況都是用post的啊 對 那接下來就是對方的server收到了 那收到了之後 他就會傳給他那邊對應的client 因為這個note中 這個傳過來object中會包含到底要傳給誰 好 然後你的朋友就收到了 那 但這個是個理想的完整的路徑 但現實中其實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那 呃 這裡有個implementation report 就是說實際上現實中 這些主要的聯邦宇宙應用 它到底怎麼是做一個depub的呢 那剛才我們所講的有client to server這部分 也有server to server這部分 但實際上像比較主流的masterdome啊 plorum啊 puretube啊 它其實都是沒有施作client to server的 意味著它只有server to server 那client to server怎麼辦呢 那 它就會用一些專屬的自己的API去做 對 然後outbox這邊其實大部分應用也都沒有做 對 可能只有一些比較小型的 有做的比較完整 對 好 然後那當然也有人問這個問題 就是問說 欸 馬修騰為什麼不做一個outbox啊 這個不是active hub規範嗎 然後就有開發者回覆說 啊 這個消耗服務器的資源 所以我們不做 對 好 所以現實中大部分的狀況其實長這樣 就是兩個server之間是互丟到對方的inbox 然後剩下的部分其實都是透過一些專屬的API去處理的 所以masterdome的API其實現在成為某種潛在的規範 就是 嗯 就它其實有一點部分的在取代 跟這個pub中client to server這部分的一些規則 好 OK 那接下來就任職飛機事件 就是任職飛機就有意思就是互丟note這樣子 就是形容這個社交媒體垃圾傳播這樣 好 然後我可以開始放影片 大家好 我是南湖 接下來呢 就有我為大家進行 ATVPush協議實作部分的講解 本次演講呢 主要是用python下面的flasky框架進行演示 但是並不會涉及到太過於具體的代碼 因為我怕這樣子做的話會很催眠 首先我們要知道ATVPush協議 它並不是一個像web3呢 或者比特幣一樣發明或者創造了很多新鮮事物 ATVPush協議它是完全基於人類用了二三十年的HTTP協議之上的 很大一部分呢 都是基於叫ACEP的HTTP header 如果是瀏覽器的話 一般都是HTML 那麼對方的站點呢 就會返回HTML格式的網頁 而ATVPath應用的話呢 一般都會填入 HTML格式的HTTP加JSON 或者LD加JSON 這種數據 那麼對方的站點呢 就會返回可以被HTTP Path應用進行解析的JSON 數據 如果要實現一個兼容HTTPPath協議的應用的話 那麼首先呢 就是要向整個互聯網宣告自己的存在 在一個著名的統計網站 VDDB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互聯網上支持HTTPPath協議的應用的比例有多少 其中最大的呢 是MasterDome 佔了大約80% 那麼這個網站是如何知道這些數據的呢 它的網站上面也有寫 它會訪問網站的RealNode NodeInfo這個路径 進行數據的抓取和統計 那麼在Flask 中我們呢 我們可以簡單的這樣子寫 對這個路径進行響應 然後返回一個JSON 數據 裡面包含了實際返回統計信息的一個地址 返回的信息也是一個JSON 數據 裡面可以包含站點是否開放註冊啊 支持的協議 還有這個應用的名字叫什麼 還有版本號之類的這些信息 進入了站點之後呢 我們還要再建立一個Erter Erter呢 是整個HTTPPath相互交流的實體 也是返回 也是一個JSON 數據啊 它裡面可以包含以下的鍵 就比如暱稱啊 帳號名啊 還有Erter的類型 Inbox的地址 個人簡介 還有Public Key 這個Public Key呢 主要是用於相互交流的時候 信息教驗用的 這個在之後會提到 進入Erter之後呢 我們還要對它進行查找 嗯 為什麼要查找呢 因為在ErterPath相互交流的時候 可能只會給出這種類型的信息 類似於電子郵件 一般都稱為叫一個Handle ErterPath協議對應用的 實際的Erter的地址 並沒有明確規定啊 所以說也有很多種可能 就比如User Account啊 這種比較正常的 嗯 也有比較不正常的 或者喵之類的 這種地址 在那麼多種可能性下 要如何將這種Handle形式 對應到真正要實際交流的 這種HGPURL形式呢 就需要遇到一個叫輔助的 輔助的一種格式 叫做RableFinger RableFinger呢 也是很形象啊 就像一個指頭一樣 指向實際的地址 嗯 RableFinger呢 也是在RableNote上面進行響應的 嗯 一般也是返回一個JSON數據 裡面包含了 嗯 實際的地址 嗯 就比如 ETV加JSON ATVPath格式的地址 還有 HTML格式的地址 嗯 一般都會設置成同一地址 接下來呢 就是ETVPath實作部分的講解 嗯 一般ETVPath呢 都是採取按需溝通的策略 嗯 這是因為ETVPath協議呢 是一個開放自由的協議 任何人呢 都能自由地去實現它 嗯 我就見過有很多人是將自己的ETVPath站點 搭建在樹梅派或者NAS上面的 嗯 所以不太可能 如果有一個站點 進行一個發文操作 會推送到整個ETVPath網路啊 嗯 所以一般都是採取按需溝通 就是跟有需要的站點或者ETVPath進行溝通 那一般都是關注或者被關注的關係 那麼如何溝通呢 啊 也還是一樣 也是發送JSON數據 嗯 接下來就展示一種情況 就是鮑勃向Alice發送一個Follow的請求 這個請求呢 也是一個JSON數據 裡面包含了唯一標示的ID 它的type 再來是Follow Reiter是發送方的Reiter地址 OBJ呢 就是接收方的Reiter地址 而在實際情況中呢 我們要考慮到對這些請求 進行去從操作啊 就是有可能 雙方的通訊 因為網絡或者性能設備 設備性能的原因造成了羈押 發送了重複的請求 所以要對這種情況進行去從操作 呃 說的專業一點呢 就是要實現密等性 接下來 如果Alice接收到了這個請求 就可以對這個請求進行回復了 呃 一般就是Accept接收或者Reject拒絕 這個請求呢 也是一個JSON的數據 呃 包含呢 唯一標示的ID 它的type 這裡是Accept 然後發送方的Reiter 然後Object呢 就是對之前Follow請求的回復 所以這邊填那個Follow請求的ID 然後這樣子呢 就建立起聯繫了 建立起聯繫之後呢 就可以進行發文操作 呃 發文呢 也是一個JSON的數據 裡面包含了呢 它的type是Create 唯一標示的ID 這個Object呢 就是發文的文章的內容 它的文章內容是Note的類型 然後包括了它的內容是什麼 這裡是Hello World 然後進行了這個操作之後呢 就將這個數據推送到Follow了自己的站點上面 呃 雖然呢 一般我們都說 Altr 是Altr 交流的實體 但是到實際上呢 是Server to Server之間的操作 所以Alice呢 可以將這個 這個發布的文章推送到各個服務器上面 然後再由各個站點 將其轉發到需要的Altr上面 就是如果一個站點上面呢 有100個人 其中有20個人關注的Alice 那麼Alice也不需要對這20個人進行一一的推送 只需要對這個站點推送一次就行了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 減少浪費的一個設計 那麼接下來就是校驗的環節 呃 一般呢 HTTPS只保證了被訪問方的正確性 呃 就證書啊 公要私要啊這些 但是呢 並沒有驗證發送方的正確性啊 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偽造鮑勃 給Alice發送一個請求 Alice是不知道這個請求是否是真的鮑勃發送的 所以我們需要引入 呃 呃 非退症加密裡面的簽名 請求進行校驗 如果校驗成功呢 這就能表明這個信息是真的由鮑勃發送的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如何粗略地實現 HTTP教驗 首先呢 發送方要準備要發送的數據 還有發送的headers 然後在聲明所需要用到的header 這裡為host user agent 還有digest 然後將它從上往上 一一排排座列舉出來 然後可以看到這裡是一一對應的 就比如host 對應host user agent 對應這些的user agent 這個digest呢 就是要發送數據的 hashi 然後將它用私藥 對它進行簽名 然後生成一個特殊的簽名值 然後將這個聲明的字符串 還有簽名的值 組成一個特殊的signature的header 然後再將它發送出去 接收方接收到呢 就將這個特殊的signature的header 取出來 然後將它跟聲明值的header 也是一樣的操作 一一對應 從上往下進行列舉出來 然後再將它的公钥 這公钥一般就放在它的 Eltra的那個頁面上 然後再跟這個 對方發送的signature 進行對比 如果這個對比成功了的話 就說明這個教練通過了 說明這個請求是有效的 否則的話就可能會在圖中遭到篡改 或者不是由對方發送的 到時呢 我就簡單粗略的介紹了一下 整個atvpub的協議 也像之前Pinix所說 聯邦宇宙就是支持 atvpub標準的應用所構成的網絡 跟atvpub標準是有不小的出入的 在聯邦宇宙上呢 也有人做了一副秘密圖 來吐槽過這一個現象 所以呢我覺得 如果要深入了解 atvp標準和實現的話 最好還是要 多看一些其他的應用 是怎麼實現和兼容 atvp標準的 好 那下面一部分就是 我們所持作的這個東西 它實際demo起來 會長什麼樣 在這裡我們已經準備了兩個 不同 等一下 這個大概也就 在這裡我們已經準備了兩個 不同站點上的erter 然後在這master上 對flask上面的erter 進行查找操作 可以看到flask上面已經接收到了webfinger的請求 還有erter的地址的請求 然後masterdone這裡已經抓取到了flask上面的用户資料 然後發起一個follow的請求 可以看到masterdone上面已經自動的記錄了關注和被關注的聯繫 接下來 接下來再進行一個發文操作 內容是經典的hollowworld 可以看到masterdone上面已經接收到了來自flask上面的發文 好 那大概就這樣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有個tablack就是按讚成功 由法國來 然後還有就是可能 這個不好意思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這個網站 叫activitepop.academy 這個其實很好 它是有個人做了一個專門用來debug 聯邦宇宙的 這個應用的一個特質化的masterdone白本 對 如果你想自己開發的話 建議用一下這個東西 activitepop.academy 那大家有問題嗎 想問 或者看看slido 欸slido有有有有 等一下一下 把這個 那現場有沒有人就是對於聯邦宇宙的實作 或者是 Action Activity Hub 的操作 就是有沒有什麼想知道的 或者你想建立自己的聯邦宇宙 那可以在這邊就是 舉手發問 好 你好你好 那個我 那個我 你好你好 謝謝您在這邊的會議的那個 講說 那我這邊其實之前也是有 曾經 寫自己一些新的 就關於 FTPPOP的那個 發送的那個 算是 那個一些 那個實作筆記 但是問題是其實實作下來會發現說 Digest和那個 和那個驗證 那個那些 那些 驗證的那些東西 對我來講 我會發現說這個東西的實作很容易不好 那這邊的話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現成的 Library 那種的 能夠 把 避免說一些 人工的那個 沒有辦法自動化的那些什麼 驗證的那些東西 來做出錯 或是來 輔助撰寫的那些工具 因為 但是也有個可能 就是因為 那種 FTPPOP的那些東西 還不是很統一 以上 那 這只有一個嗎 還是給 喂喂 喂 欸 有兩隻 好 實際上就是我自己實作的時候也是發現這個問題 就是Debug蠻麻煩的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 把那個 密文 就是 加密出來 然後再嘗試去解密 然後 然後跟那個 一個現有的 Mustle中的服務器 不斷地做對比 就其實就是Train and Arrow出來的 那 有沒有比較現成的套件 其實基於Go的會有一些 但基於Python的好像有點少 那 因為加密這個部分 基本上做哈希 或做一些那個密要的比對 其實已經有基礎代表了嘛 那就是說怎麼把它串起來的問題 那 結果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 你參考已經做好的 包括我河南湖做的一些實力 其實應該也可以完成 對 對 我覺得 確實需要一個 更Higher的API的東西 比較好 對 謝謝 我想要請教一下 有沒有 想過就是譬如說 像Static Website 有沒有可能透過譬如說 像GitHub Action的方式去算 Activity 而PUB的可能 因為這樣的話就可以把自己 Static Website的內容 就是 publish出去給其他的follow 聽起來好像也是不錯 謝謝 我覺得好像可行 只是 沒試過 對 因為自己GitHub Action 其實也沒這麼用 就是 我都是用比較原始的 那個 Server的一些管理方式 對 我覺得是很 蠻值得嘗試的 喂 那個你好 我之前有參考網路上一篇文章 試過用Static File的方式 模擬一個MasterDone的站點 那它的方式就是模擬 點Well-known Webfinger 然後去指向一個使用者 然後那個使用者在指向 他有哪些文章 那我的確可以在我的MasterDone上面 成功解析出這個使用者的頁面 但是我發現就是 它有一個功能是 定選的文章 理論上它應該要抓到 但是我發現 而且似乎它 就是 我覺得它在 JSON Linked Data裡面叫 Featured 但是它抓不到 請問你們在 實作 那個MasterDone的時候 有遇過類似的問題嗎 哦 你是說 就是 它應該是 Creator的一個東西 但是沒有抓到 但是你有先Follow是嗎 呃 因為Follow需要那個Post協定 但是 就是PostMessor 但是我是StaticFile 我沒有辦法Handle它 哦 就是打開使用者的時候 應該會看到 那個 它定選的文章 是不需要Follow 到定選的文章 對對對 就是定選的文章 你得寫在那個 User的 Person的那個 actor裡面 武器的應該是有寫了 有寫 那我們問一下男虎 欸男虎你現在可以聽到嗎 那個就是 關於剛剛這個問題 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就是有沒有什麼要回復的 他說聽不清 我再重複一下 就是說 剛才現場有位聽眾 他說 他有定選的 在用戶頁上的貼文 但是 好像會有抓取不到的問題 就是想問這個問題 或者類似的情況 就會遇到過 唯唯 你要不要開個麥說這樣 釋放的apps的資料 就是說已經放上去 但是好像會抓取不到的問題 好 要不等他想想 然後我自己的部分 我始作的時候 其實好像 欸 因為我沒有試過定選貼文 所以我可能回去要再試試看 對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好 謝謝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是 剛才那個問題 也可以稍後 就是再過來跟講者這邊交流 那我們最後再回答一個 slido上的問題 然後 待會兒就請大家 就是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就現場過來跟講者交流 那 你要回答哪一題 好 好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簡單回答 就我自己的 Amazon的Server 大概 兩百個用戶 活躍用戶其實大概 可能只有三四十個人 大概 其實我覺得 Amazon的架構 其實很多優化寫得 不是太好了 所以每個月大概花了一二十美元 就是做一個相對好一點的Server 對 但如果你只是自己一個人用 或兩三個好朋友一起用 所以你就租那個五美元的 最低價的就可以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說 其實 它依靠中心化的站長在管理 對 沒問題 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去中心它是一個光譜 它並不是要絕對的去中心 絕對的去中心就是原子化了 原子化其實我覺得也不是什麼好事情 那反而是由站長來管理 那用戶用腳投票 我覺得這樣 其實更有辦法去促進一個 社區的一些規則的產生 或者是一些 比較堅固這樣效率和一些 去中心一些權力的分散 對 那簡單講這樣 不好意思因為時間關係 有空歡迎繼續討論 好 那就讓我們一起 就是謝謝PHS 謝謝 所以大家如果還有想要瞭解更多的 就來這邊跟他繼續交流